所以其实我们看完了 这个在赛场上的常胜军 Zinja之后呢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款车就相当了不起了 我想呢 很多车迷也对它很熟悉 而且是来自于日本大厂的 YAMAHA的R1 麦斯你说它是最接近 MOTO GP的一个仿赛吗 没有错 刚才一向加飞他们都讲说 他们的什么Ducati 都是赛场常胜军 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二级赛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跑的就是所谓的 就是SBK 就是比较低一点的赛事 你如果说他讲到摩托车赛事 当然最红一定是什么 MOTO GP MOTO GP最常见的常胜军 要么就是HONDA 另外一台就是这台YAMAHA 而这一台呢 我今天还特别带了一个东西 是什么啊 你为什么拿这个旗子 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个旗子 这个旗子我相信 台湾很多YAMAHA的车迷 他当初会买这一台车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台车 这一台车就是YAMAHA车队的 他的当家赛车 而这一位车手呢 很多人就是冲着46号 Varantino Russo来的 而且你看哦 冠宁 你看这台车子的造型 跟这台有点像 这台车的车头是不是一样 是耶 是耶 有 因为这一台车当初推出来的时候 它就有个外号叫做什么 它就是最接近MOTO GP外型的一台 市售车 所以你看我们现场这么多 这么多所谓的Superbike来给它 每个漏大灯 冠宁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大灯 它做的特别小 它把它藏在里面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比较像MOTO GP 没有错 你看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图片 你会发现它的整个整流罩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造型 所以当初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 我又支持Varantino Russo 所以我就要买这台车子 可是这台车子呢 因为它是所谓的限量版 就好像我们的BMW M Power一样 你挂上这个M 价格就会稍微高一点点 它这个普通版的只要89万 就是所谓的R1 只要89万 可是因为它当初推出的时候 它只有限量500台 所以它的药价要126万 稍微高了一点点 可是呢 因为它所谓说 它用很多的赛车的科技 比方说它贵的地方 哪一些 我们的整流罩 整流罩非常重要 一般的整流罩 大家都是塑胶的 便宜嘛 虽然说 撞坏了 它这个整流罩 原厂碳纤维 碳纤维就贵了 而且你看轮框 这个轮框蓝色的 不要觉得 它是随便烤漆的 这个是鎂合金的轮框 这是所谓 这是净赛用 它为了让它的车身 更为的轻量化 而且我们再看它这个油箱 铝制的油箱 当初设计者呢 它说呢 通常呢 我们这种所谓的 这种超级车车来讲 它会喜欢烤漆 就像Ducati一样 把它烤得亮亮的 可是它会说 我这台车呢 就是净赛用的 我就是要这种 赛场上面用的 所以它刻意保留这个原色 那因为这台车子呢 它是已经是车主的车子 那这个车主 它可能平常有在跑赛道 所以它有贴了 这个所谓的油箱止滑贴 当然我们不会使得热水的车 你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这个金属的造型 非常的漂亮 那可是呢 R1M呢 这台车子来讲 因为它的售价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通常车主买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怎么样 把它换成 我们就俗称所谓的副厂科 因为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套件 你只要稍微一个闪失 这个金额 稍微裂开一点点 接近可以再买好几台这个速克 就是可能只要换一个整流罩而已 所以呢 这个它相关的改装 布品也非常的多 后来呢 它在20周年的时候呢 它有再出一个 所谓20周年的版本 纪念版本 对 可是它只有限量20台 那据说呢 也都是销售一空了 可是呢 那这台这个R1M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色 它有一个非常特色 要讲就是 它是一个十字曲走的一个特性 这个跟其他的车款 也不太一样 不过这个所谓 十字曲走的特性 过去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就在于说 它在低速的扭力 会比较丰沛 可是通常这种所谓的 公升级的仿赛车来讲 基本上的马力 就我而言 我觉得基本上 它的马力 都有一点点过大 所以其实这台车子R1 它推出至今 已经21年了 可是 我觉得它也是很多 车友的痛 因为它当初推出来的时候 它不是这么样的好操控 所以可能那时候 我们大朋友也还没有盖好 大家就是在山路上 在跑的时候 所以会发生很多意外 因为它常常会有一些 后轮打滑 或是甚至一些 前轮扶举的状态 可是呢 到了这一代的时候 它又加入了 非常多电控的系统 所以它骑起来 就会更安全 也更稳定一点点 而这台车呢 也几乎就是 你只要再稍微 再加装一些 比如说脚踏后移 或是快排的套件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可以 直接向赛场 去比赛的一台车子 所以我们看到R1这一款车呢 它其实用上了 各种的好料在上面 但是接下来 我们要带给大家 这一款车呢 它是来自于 意大利的车款 可是小三竟然说 它是现场 我们所有车里面的 CP王 为什么呢 跑车 一样可以讲CP值 因为你今天花一样的钱 但希望获得更好的配备 更接近纯爽赛车 而且最好呢 也是V4引擎嘛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 Applea的RS V4 它当然是CP值王 不过我要先来反驳一下 但是等一下 那你把本田那台车放哪 各有特色 我等一下微微道来 好不好 而且我们要先澄清一个观点 刚才麦斯在那边乱讲 说这个 接近Moto GP才是最棒的 其实每一个车场 它诉求的方式不一样 像RS V4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车身上有个logo 叫做Bear Racer 你不需要去崇拜车手 你自己就可以当车手 对 因为Applea这个品牌 其实我觉得它 有点好逗 它什么都要跟人家争第一 因为像它在所有过程中 它没有生产那种 很无聊的车款 今天就算它是做速克打 它有洋簧 它排气量做得比别人大 它的动力要比别人快 它什么都要跟人家拼 所以到了RS V4身上也是 甚至它不只跟别人拼 它也要跟自己拼 因为这一代的RS V4在上市的时候 它诉求一个很奇怪的特点 它说它所有的改良 就是为了让它这台车 每一次的单圈都可以快一秒 那这个快一秒就是说 就是为了竞速而生 我跟上一代的自己比 我每一圈都可以快一秒 那就很厉害了 很厉害 所以它是由内到外 完整的去改变 那我们都知道 以台湾的法规来说 我们环保法规算是很严格了 甚至严格到有点 很奇怪 对 你必须 对 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RS V4进来台湾之后 它一样可以保持 它最大马力 201匹 这是非常惊人的 甚至你在Uro4的法规上来讲 也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就是不想要妥协 我希望你跨上这一台车呢 你今天骑出去就是跟人家拼的 我们不是在公路上 你今天这个车子 我一样后装机拆掉 我就下去练车 你到哪里呢 我就叫你做最快的男人 所以才会Bear Racer 可是它这样子的话 追求速度的话 好不好操控呢 其实应该说 它这台车有点硬派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技巧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 新手比较不适合入门的一款 对 有可能 可是很有趣哦 我有问过原厂 如果你以整个亚太区的销量来讲 因为他们各个国家都有贩售 在台湾成绩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台湾虽然我们不像其他的国家 像泰国现在已经有 就是也可以办MOTO GP的比赛了 但是练车风气这两年是越来越好 很多人真的是为了下赛道 为了参加原厂举办的赛道日 他去买这一辆车 那同时呢 他们也觉得说这台车哦 我们其他性能配配我们都不要讲了 它把手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按钮 上面写着一个PIT 就是PIT区的限速 我们看那个比赛 不管是F1是GP 你进到PIT区都有一个限速 没错 它直接帮你设定好 你骑进去你就按下去 你是跟车手一样的 我们不用崇拜其他车手 你自己就是选手了 所以这一款车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当作是磨练自己技术的一个方式 因为当你花到这样的钱 因为以总代理销售来讲 它大概在八十多万的价钱 你就可以买到一台性能 你说入门车款就是八十多万 对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款 因为它的RF哦 RSV4 RF就代表是比较接近工厂赛车运动的版本 那你今天花到这样的钱 你就可以直接来到这样的等级 不是很好吗 那当然我们讲CP值 你跟日系车比 有时候呢 是比较尴尬一点 可是我们必须说 日系车以Double来讲 它当然也是很棒的一台车 可是它设计是更全面的 就是新手你也可以很轻松的驾驭 乱举比较广 对 老手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但是比较硬派一点 你真的要去追求极致的动力输出的话 当然还是像RSV4 RF这样的车呢 会比较适合 所以其实他们在设定上面是有不太一样的 给骑士的感受也不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